今天打算来登古山 是座福州地铁的二号线 直达这里 中午气温特别高 我打算从这里买上套 上古山啊 分全程徒步路线 还有索道直达 索道单身是五十 也有大巴车 我选择从古道 徒步两千米到山顶 入口 在前面 大树的后面就是了 晋山的第一道山门 祝圣万年山 两条路上山 松之链一千五百米 古道一千八百米 走古道的人多 我也同志爬 周围古书三天 导览图上也有诗意 红色的这条线就是古道 蓝色的是松之链 一千八百米 直达 山顶 很多人拍个视频啊 还得拿个手机做广告 什么这个二指手机啊 赶紧吓得 吓个屁胆啊 我拿手机啊 是为了拍视频的 最近我的手机摔坏了 上次登山摔的 天气太热 登山的人不多 这座山不高 最高海拔 就一千米 其实在登山领域 咱一直是遥遥领先 拍视频少是因为被限流了 这个锁到缆车速度不快 天天气太热了 也没人坐 一路上都有石刻群 这写的什么什么旧国 这座山爬起来也挺累的 因为天气太热了 看我满头大 到达400米处的一个石碑 上面有个亭子 这是观铺亭 但却没有看到瀑布 透过圆门 那里是一个瀑布点 水早已经干了 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 努力向上爬 600米处石碑 经过成云亭 800米处的石碑 成云 很多人已经泪滩在地 我继续爬 30分钟爬山1000米 到达半山腰 这边的矿泉水是5块 饮料是10块 我喝个基本的矿泉水 我必须在半山亭的大容处底下 喝点水休息 再次看到缆车 这儿可以看到山脚下了 1200米石碑 1400米 又经过了一个药亭 1600米 百山 笑为先 到达缆车上站 进站口的附近 有小餐馆 还提供了热水 但是要额外花钱 比如说买包泡面 古山顶 这有十八景游客服务中心 宾馆客栈 餐厅 这是一个小卖部 后面是检票口 直接上观景台 这上面就是眺望台 从山脚上爬下来 花了一个小时时间 就是为了拍这么一个视频 满头大汗的 谁让我是旅游达人的 向远处眺望 可以看到整个福州的城市景区 什么三访 其象著名的西禅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古山上面有个泳泉寺 旁边有烟台山 上下行 平潭 周边还有 西达村 米越水镇 福建省的博物馆 就在河的附近啊 这分别是闽江 还有乌龙江 不是长江啊 看到很多的立交桥 这座桥就是古山大桥 福州的火车站 在这个方向啊 福州南站在对面的 山的附近 现在镜头拉近 看一下 福州南站 就在这里 还有 词 嗯